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相应的王室成员的头衔也要发生更改 重新分配 最近梅根和哈利最上心的就是这事 他们早就自己没有了任何王室头衔 这一次是为他们的两个孩子 阿奇小王子和莉莉贝特小公主 因王室的头衔跟王室本身一样古老 而具有传承意义 每一个头衔都是特殊的存在 放到现在拥有了王室头衔也就拥有了至高的名望 对已经被王室彻底撇清关系的哈利和梅根来说 儿女的王室头衔就是他们新的财富迷茫 此时不争更待何时 威廉王子作为查尔斯三世的长子 以及王位第一顺位继承人 将继承老爹查尔斯现在的爵位封号 以及威尔斯亲王的王室头衔 凯特王妃也将由结婚时被赐封的剑桥公主夫人 改成目前的威尔斯王妃 延续了戴安娜的称号 他们的孩子尤其是唯一的女儿 夏洛特公主的头衔 会变成剑桥和康沃尔 夏洛特伊丽莎白阿戴安娜公主殿下 而且还会被封为威尔斯夏洛特公主 梅根的阿奇和莉莉贝特 虽然也是被英娃式承认的王子和公主 但是这两娃投胎技术欠缺了一些 找了一对落跑还像孤鸣钓鱼的父母 他们将不会被授予殿下的头衔 也就是说 他们跟他们的父母一样 只是英娃式的家人 而不是英娃式的成员 哈里和梅根愤怒了 女王去世一个星期以来 他们没干别的 就为了这两个孩子的头衔 跟自己已经黏于骨系的老爹争不停 话说 当初梅根这个二婚的美国不入留小演员 嫁进英国王室之后 开始时的人气还是很高的 影响力 甚至超过了她的嫂子凯特王妃 那时还有传言说 王室开始派世梅根 就因为她抢了凯特王妃的风头 在梅根怀依胎时 王室并没有给她即将出世的孩子 发布纪念品 反倒是非官方的麦德火爆 凯特的三个孩子 每一个可都是有纪念官方品的 发布 毕竟她才是未来的王后 理应受到更多的关注和宣传 王室这样做无可厚非 可惜梅根接受不了 当然梅根产下阿琪这个混血的小王子之后 女王还是很高兴的 王室的官方账号一连发送四条信息 来向全世界宣告 可见 这个首位混血王子被重视的程度 宝宝是个可爱的宝宝 当妈的就未必了 就在梅根和哈利脱离王室之后 阿琪也是成为了他们向王室发难的剑 她说王室其实孩子的肤色 还说阿琪被剥夺了王子的头衔 关于英王室的王子 公主头衔继承 温莎王朝开创人 女王的祖父乔治武士早就定下了规矩 只有国王的子女 国王儿子的子女 才能够被称为王子殿下 公主殿下 这里还有一个例外 就是威尔士亲王的长孙 也可以自动获得王子头衔 照这个规定 在女王时期 只有她的孩子以及两个孙子 威廉和哈利 还有查尔斯的长孙乔治 可以被称为王子 在2012年 凯特怀着长子乔治时 她的女王奶奶给她送了一份大礼 女王规定 威廉王子的孩子都可以使用公子 王子头衔 所以呢 夏乐特和路易出生之后 自然成了公主和王子 诸位这个 梅根在节目访谈中抱怨之后 又酸不溜地表示 王子不王子的无所谓 只要是孩子们 没有了被全天后保护的资格 那时 她暗示的应该是女王的不公平吧 既然都可以为威廉的孩子 更改 条例 开绿灯 为什么不顺带着 把自己的孩子也捎带上呢 这就是所谓的儿子 被剥夺王子头衔 后来 梅根的女儿出生 她别有用心地 用女王的小名 莉莉贝特来给女儿命名 还一直在拿女儿当作新的筹码 出生五个多月 还没有接受洗礼 梅根想要莉莉贝特 回英国去洗礼 这没毛病 只是她要女儿 在温莎城堡接受洗礼 女王却拒绝了 梅根退而求其次 让哈里跟女王借 当年阿祁洗礼时 穿的礼服 女王依旧拒绝 母嫔子贵 子嫔母戎 这两样 梅根都没捞到 接下来就是女王的 白金新年庆典 首次跟王室家人 见面的莉莉贝特 顺便在英国 过了自己的一岁生日 只是参加的王室成员里 并没有梅根期待 可以蹭热度的人 就算是女王私底 瞎牵自己的 这个曾孙女 也不允许梅根拍照 两手空空返回 美国的梅根 只能放了一张 莉莉贝特的回脸笑 聊以安慰她的 那些支持者 打着靠孩子 捞好住的算盘 两次落空 现在女王去世 查尔斯成了国王 现在国王孙子孙女的 阿祁和莉莉贝特 很自然的成为了 王子公主 但是查尔斯并不打算 给两个孩子 殿下的头衔 夏尔勒特公主 可以成为公主殿下 莉莉贝特 只能是莉莉贝特公主 于是关于孩子 安全问题的 再次被梅根 这个优劣的老母亲提起 不过好像查尔斯国王 跟她的女王母亲一样 早就已经对这个 作妖的儿媳妇免疫了 阿祁和莉莉贝特 能当王子和公主 但是他们被作妖的 母亲带出了往事 以后也不可能会承担 任何王室成员的职责 那么不能被封为殿下的 也就不奇怪了 英国民众对梅根的吐槽 不止一项 前前后后 我们总结出来以下几点 第一 梅根没有第一时间 跟哈利王子一起赶到 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病榻前 没有送祖母最后一程 殊不知 梅根不是不想去 而是查尔斯国王下了命令 不允许哈利王子 把梅根带回到 女王的病榻前 第二 在卫廉王子 主动邀请哈利王子夫妇 一同出席公众 对女王的纪念仪式的时候 两对夫妻并肩下车 接受民众对于英国王室的敬意 可全程 哈利王子和梅根 都是牢牢牵住对方的手 在这样的场合下 过分秀恩爱 显得十分不妥 但也有人解读 但是 是因为两人通过牵手的方式 来给彼此的一力量 毕竟 这是哈利王子和梅根王妃 主动放弃英国王室之后 第一次和哥哥 嫂子 在公众面前亮相 那一次 梅根不算十分很多 她还亲切地 和身边的小女孩交谈 只不过就连这次中规中绝的亮相 居然仪式被个别别有用心的人认为 梅根在自己的黑色外套里面 藏着窃听设备 方便为她之后 写英国王室的传记 激烈素材 在英国王室对外举行的 招待国际来宾就会上 也根本不见梅根的身影 只有凯特王妃 像外交加一样 活跃 穿梭在人群之中 净显她东道主的大气风范 反倒是梅根 她躲得远远的 有网友猜测 伊丽莎白女王 二世下葬之后 梅根和哈利并不会立刻离开伦敦 夫妻俩如今正在为自己的孩子 阿琪和莉莉贝特 在王室的名分问题 跟查尔斯国王努力争取中 众所周知 按照英国王室的规矩 就算是哈利王子和梅根王妃 主动放弃了他们在英国王室的继承权 但或不殃及子女 他们的孩子阿琪和莉莉贝特 依然是有希望被授予王子和公主的身份和地位的 梅根之所以这么坚持 是因为一旦她的子女被赤认为是英国的王子和公主的身份 那么即便他们未来生活在海外 也依然可以享受24小时的保镖的保护 这对梅根来说 不仅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更重要的是 也可以适当地保护孩子的隐私 方便她未来继续在海外 读售英国王室的那些密心谋生 梅根尽力了努力挽回自己的口碑 努力地给孩子争取名分 可最后结果到底能不能满足她的愿望呢 大概我们只能等待查尔斯国王 在忙完这段时间之后 来给自己的儿戏答案吧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 尽在娱乐明星 敬请关注 请关注